门框扭曲变形裂开一个大洞 塑胶门打不开也锁不上 白色的墙面更夸张 长长裂痕环绕整面围墙 缝隙比手指还要宽 花莲市南京间这间甜点店 宛如一座废墟 最亏祸首就是光复街上的大楼建案 去年开挖地下室导致地基下陷 附近房屋有五户受损 建商承诺会协助修缮 但现在却被控诉 承包商做了三天 就以人力不敷成本为由 停工长达一个月 留下慢地砖瓦 受害的还不止这一家 篮球放在地上快速往外滚 显示地板严重倾斜 来到厕所天花板已经错位 马桶也无法使用 屋子毁了 生意也受到影响 经过县府介入 专业结构技师确认临损责任归属 但修缮工程却迟迟没进展 质疑建商拖延 我们没有停工是因为路线问题 那承包商也在积极的准备 走来也要进去了 工地负责人解释 因为房屋管线问题需要解决 承包商已经积极准备 会尽快进场完成修复 就这个建物受损的事实状况 以及它受损恢复的期程 我们来进行这个协调处理 县府除了依建筑物损零自治条例 要求县商负责 也会协调双方的修缮启程 避免无辜受损的店家一拖再拖 房屋复原遥遥无期